欢迎来听好说 有网友提出 我好多期节目都在吐槽美国 是不是有钱呢 我就不说自己做人有底线了 单纯从利益出发 踩中国比踩美国要赚钱呢 我要真的想靠编瞎话来赚钱 我应该向张家敦学习呀 从二十多年前就讲 你国要崩溃 然后一崩溃二崩溃三崩溃四崩溃 你总也不崩溃 你像这么胡说八道 不怕打脸吗 没有后果吗 后果就是人家赚到大钱了 赚得盆满钵满 有钱拿人家还怕打脸吗 连脸都可以不要啊 我就不行了 反正我说啥都没人给我钱 那我就得说自个乐意说的 你要非不乐意听我说吐槽美国 你非要我夸美国 要不你给我打点钱 我收了钱就办事 明天我就出期节目夸夸美国 问题是也没人给我打钱呢 那我就想说啥说啥咯 书归正传啊 根据我在中美两国生活的体验 中美之间呢 我确实更偏向中国 不是单纯从感情上来说 而是理性判断 我就觉得中国未来的发展呢 会好过美国 先说好 我不是什么政见家 你要让我分析分析啊 俄罗斯承认顿巴斯地区两国独立 出兵乌克兰产生的乌冬局势动荡 对中美两国地缘政治有何潜在影响 那我就给你现场表演一个一脸懵逼 我只是从普通人的角度 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中美两国的不同 从而得出的结论 其实很多东西 我在国内的时候呢 觉得天经地义 完全没有什么值得大说特说的 但是呢 出了国跟其他国家一比较 我才恍然大悟 哦 原来中国是不一样的呀 你看我是80年出生的 从我有记忆开始 中国的主流舆论呢 就是改革开放 社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咱们都要从自身找原因 动辄就是体制问题 那有问题怎么办呢 改呀 要改革 要大改特改 勇于改革的 那叫弄潮而是先进人物 大家要解放思想 坚决改改改 谁要不改 谁就是思想僵化 谁就要被嘲笑 被批判 改革是我们数十年不变的主题 从小到大受这种思潮的影响 我一直觉得呀 改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有错就要改呀 然而到了美国之后 我确实受到了震撼 你不要听某些宣传说 似乎美国人民也要change 要改变 要better life 更好的生活 实际上美国差不多是上下一致认为 自己没毛病 制度很完美 美国没问题 祖宗之法不可变 那现在为什么出现问题了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不遵祖宗之法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改革 而是回到过去 那美好的good old day 回归传统才是正道 所以你看特朗普的口号是啥来着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 重点是again再次 美国是没毛病的 美国太美了 就是某些坏蛋企图改变美国 我们要做的是 打倒那些企图改变美国的坏蛋 然后我们就能恢复帝国荣光了 我知道有的亲在想什么 可是人家美国不是也在进步吗 比如人家也在一步步取消蓄奴制 现在又取消了什么种族隔离 你为啥说人家不改呢 全世界最有名的演讲之一 马丁路德金 我有一个梦想 里边是这么说的 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承诺 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 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 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时 曾以气壮山河的语句 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 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 以不可剥夺的生存 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就有色公民而言 美国显然没有实践他的诺言 什么意思呢 即使是美国的有色人种 在反抗种族压迫的时候 他们说的也不是这是制度问题 而是老祖宗没毛病 是你们不遵守老祖宗之法 才有了毛病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美国太成功了 作为近百年来最成功的国家 美国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 法国行为学家欧文柏林 曾经提过一个柏林定律 成功的最大障碍 是取得不断的成功 因为在不断成功之后 人们往往会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无往不利 而对于下一步的成功来说 以往成功的经验 就很可能成为最致命的陷阱 而现在的美国 就是陷入了这种思维惯性 我全球第一 我老大帝国 我肯定没毛病 要不为啥我一路走来 如此成功呢 咦 现在不管用了 不可能啊 以前很管用的呀 我们不能否认 任何国家都存在问题 地球上不存在天堂 但中国这种时刻保持 改革意识的底层思维 可以确保其自身 拥有纠错能力 而美国问题同样出现 却几乎已经不具备纠错能力了 这就是为什么 虽然中美各有千秋 也都有各自的问题 美国目前在大多数方面 还优于中国 但是我仍然更看好 中国的未来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来听好说 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还有点意思 拜托支持支持 给我捧个人场 点点赞哦 您关注一下吃不了亏 订阅一下上不了当 好说好说 咱们下期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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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